第11題,下列現象與主要運用原理的搭配,請選出正確的搭配 A說,游泳池的水看起來深度比實際的深度淺 這是老師上課舉過的例子 這個原因是利用光線的折射 所以選項A是錯的 選項B,教室黑板設計內凹的曲度 這個內凹的曲度是使得黑板類似所謂的凹面鏡 還有匯聚光線的作用 這是光線的反射,選項B是錯的 選項C,平靜弧面可見水中倒影 這個平靜的弧面就類似鏡子,所以會看得見倒影 這個鏡子是利用光線的反射 所以選項C是對的 選項珠傳聲筒 傳聲筒傳播的是聲音跟光沒有關係 就算是講到聲音,它也是利用聲音的反射 所以選項珠也是錯的 所以選第11題問我們說 請選出正確的搭配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平靜弧面可見水中倒影 主要應用原理是光的反射